欢迎回来热情追踪 运动明星真的是不好当 一场比赛可以让你从C咖变成A咖 也可以让你从英雄马上变成狗熊 如果说心脏不够强的话 得失的拉锯之间 情绪很容易暴起暴落 而沉迷之后更是诱惑不断 魔鬼的试探能否不为所动 又是另外一个人生关卡了 林书豪从2月5号开始的惊奇之旅 我们不妨把它看成是一场人生的实境秀 媒体把它捧上天 代言活动一个接着一个来 还有美女大胆示爱 这些在凡夫俗子的眼光当中 都是成功人士大方接收的战利品 但是在林书豪眼中 名利富贵却如浮云 他心中非常的确定 打球是为了上帝而打 他有一个梦 要做孩子们的好榜样 有一天如果真的不打球了 他要去做牧师 感动更多的人 林来风不仅在NBA发烧 透过电视 透过报纸 好小子一战成名 但他不自满 更没忘了陪他走过人生 高潮与低潮的老朋友 加州老家这一间台湾人 开的丽莎法郎 是林书豪再熟悉不过的地方 八岁开始 他就在这里剪头发 理法师孙连顺 看着他一步步 完成NBA梦想之路 照片中的好小子 才刚加入NBA 开朗的笑容 和现在的他一样没变过 在好小子窜红之后 这张照片 可是张贴在最醒目的地方 让老板急于拿出来献保的 还有这封来自林书豪的简讯 当他在纽约尼克队 一戏窜红之后 2月28日 特别传简讯给孙连顺 谢谢他一手设计的 超完美发型 承诺打完记载 一定再回来找他剪法 简讯中还透露 自从离开山井城之后 一直没办法剪到 一模一样的发型 最后一周 11月份 11月份就来 剪完了打球 就是不再 Going to stay 就是已经不回来 过了他说 现在打完球 要回来 这里一定会找我 熟悉的林家男孩 如今扬名NBA 让孙连顺说什么 都要好好的 珍藏这封简讯 舍不得删除 因为好小子念旧 谦虚不骄傲的个性 也展现在球场上 关键时刻的一记三分球 勇如神助 也就是因为虔诚的信仰 要林书豪在冷酷无情的NBA 坚持到最恐吓 我认为 我认为邓介书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 你能看到这种 他在买球球场上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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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并不努力 成为最高兴 最高兴奋的 最高兴奋的 这不是他的目的 他的目的目的 是他愿意赴上神的 球场上的林书豪 双手手腕上 总会戴着橘色手环 上头写着 我奉耶稣之名打球 而他在尼克队的背号 17号 更仿佛圣经密码般 深具意义 在球队监控制我 他可能都是比较自我 那可以从林书豪的先上看出来 他很多的成功包括第一场球先发就二十几分 他把他的荣耀归功于上帝 他把他的荣耀归功于他的队友 包括这个团队 我们在这次的美国采访行程中 几乎所有与林书豪熟视的人 都告诉我们 信仰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林书豪自己也说 在面对挫折 试炼和诱惑的时候 是坚定的信仰 保守了他的心和他的选择 林书豪曾经说过 他最喜欢圣经的一段话 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盼望则不至于羞愧 这段话在他经历谷底时 策略着他 更要靠着他度过重重难关 在语言节宣布 因为膝盖瘦伤的 必须战别球场 无奈心情全写在脸上 这一刻的好小子 从云端跌到谷底 不能随心所欲地跑跳 但靠着坚定的信仰 手术后的林书豪 脸上始终挂着招牌笑容 如果他不在乱球 他不在乱球 他不在乱球 曾經睡在哥哥客廳沙發上的林書豪 如今落腳在911遺址旁 月租金平均20萬台幣的W Hotel公寓 曾經NBA生涯差點宣告終止 就在距離合約最後期限的4天 靠自己創造生命的轉捩點 如果你回顧我的故事 你不在哪裡看 但神的手印刷都在地上 有很多事情都會發生 我只是不可以控制 你可以嘗試叫它是個幸運 但最後一天有20、30件事 你混合起來都會發生 在正確的時間 讓我來這裡 所以我稱之為是一個奇妙 相信自己相信團隊 相信只要堅持前進就能夠戰勝一切 林書豪靠著信念成為紐約尼克隊不可或缺的主將 也獲得時代雜誌票選為百大人物的第一位 林書豪按部周班 終於回到心愛的球場上 雖然不知何時能再披上戰袍 但憑著堅定的信仰 林書豪等著創造下一個Linsanity 林書豪爆紅台灣與有榮焉 這種血濃於水的感情 深深牽著球迷的心 林書豪雖然自稱是亞裔美國人 沒有特別彰顯他的台灣背景 不過在他心裡頭始終有一塊原地 留給他相當珍惜的台灣 我們休息一下